好 我是郝倫 特殊日本次文化風格 讓YouTube郝倫擁有將近50萬的訂閱人數 觀看次數更是破百萬 不過去年就有一名粉絲 在他直播時在底下留言 認為他盡情都沒有在拍影片 只會開直播以及背離創作初衷 就是這個留言讓郝倫氣得大罵 沒想到這名粉絲也氣不過 後續竟然拿著直播影片到警局報警提告 其實我也有一點情緒起來 那我當下是我跟他道歉 那也有請警察那邊 就是在最表達我的歉意 調解委員會有調解 他又從十萬塊變成說要十六萬塊 比例原則我覺得 我是沒有辦法承擔 十二號輪也積極找這名粉絲想要和解 但對方卻是自大開口 跟他索要十六萬元和解金 讓他感到相當不滿 因為這件事情也讓他損失一萬名粉絲 事隔一年判決結果出爐 法官認為這名粉絲只是想表達他對好輪影片的觀察 好輪應該理性溝通而非在直播間用辱罵的方式表達不滿 因此判拘役二十天可一顆罰金全案人可上訴 對我的商業利益 因為粉絲數 因為一個你們會知道就是我粉絲多嘛 除此之外我根本就沒有什麼其他值得提的地方 所以我當下的確是 就是其實是會很難過 其實更多是難過 沒想到一時情緒性的發言竟惹出軒然大波 讓好輪直呼上了寶貴的一刻 日後必定更加謹言盛行 近新聞阿龜亞麥張財的採訪報導 大家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